各位艾莎的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对 秀金早安 早 可爱的爱莎早 最美丽的主持人早 谢谢 今天你知道吗 今天我的这个 好友来做客是第一集 然后我之前就是一直 一直一直 寻寻觅觅 想说我的第一集的那个好友来做客 到底要邀请谁 就想到了 就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艾莎的好朋友 秀金 哈喽 秀金是不是在这边先跟大家 艾莎的好朋友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黄秀金 我是这一次在这样参加我们高雄市第一选区的 立法委员参选人 请大家指教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艾莎这一次可以 来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当首次的来宾 第一集第一集的神秘嘉宾 我真的好感动啊 要不要用三语 要不要用三语跟大家那个打个招呼 好厉害哦 这个我就没办法 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然后也谢谢大家 我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可是又有一点紧张 又有点紧张 不会 因为不知道会当首次第一次的神秘 所以有一点兴奋 然后 谢谢秀金的第一次就献给了我 是是是是是 你果然是不一样 当过老师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秀金 而且你又是小学老师出身 难怪那么温柔 然后呢 然后就不会让大家 就好像怕怕的 你看国语台语 然后刚才又是那个 特加话 客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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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的女儿 客家的女儿叫做客家的女儿 有人说客家的女儿 我只听过 说什么爱讲 爱莎就是说什么爱讲 这我怎么好意思呢 非常非常漂亮 很可爱 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可爱 她还要漂亮 秀金今天的主角是你 黄秀金 是 大家要艳名正身 是 然后其实今天为什么啊 特别第一提邀请到我们的秀金 就是爱莎好朋友 其实我也跟不瞒秀金你讲 其实最近啊 很多人就是都问我们社长 然后又问我 就偷偷问就说 爱莎啊 你不是说你的好朋友 什么要代表那个国民党党内 要参选那个第一选区的立委 这样子啦 然后 哎 奇怪怎么好像 感觉好像那个风声上面 好像都没有听到你的名字 然后想说 哎 第一选区到底爱莎你说的是 黄秀金是到底是有这个人吗 是有啊 没有这样子 然后想说不行 我自己在那边讲讲讲 我干脆请本尊亲自管 跟大家说明一下 艳名正身一下 是不是秀金在这边 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你看哦 昨天那个什么凤山区的 也都已经选出来了 然后那个第二选区的 也选出来了 然后现在第一选区 哎 我们第一选区是高雄最大区域 十四个区域 那是不是秀金这边也先跟我们大家 说清楚讲明白一下 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 说清楚讲明白 是也让大家不要这么担心 其实这几天我也是好多亲朋好友 支持我的民众 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甚至亲自到我们的到我家去问 然后也问了我父亲 问了我家人 怎么回事 真的哦 大家非常非常的担心说 我怎么了 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是不是 所以我想要在今天 透过这个节目 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因为秀金的自力太浅 在党部的自力太浅 因为党零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登记 那也还好就是 我们的主委啊 很很就是 有看到我的努力了 党部也看到我的努力了 所以透过协商的方式 就是也要让秀金参加对比式的民调 跟大家一起做民调 然后呢 再来有机会在代表国民党 参加这一次的第一选区的 立法委员的候的选举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还是在这里很愁大家 就是所有的乡亲 隔壁邻居啊 储逼嫁拼啊 老店家老家 老店家老家 老爸阿妹啊 叔爸帮妹阿姨啊 大家呢 再给秀金一个支持 全力的支持就是 如果有接到电话民调的时候 唯一支持秀金黄秀金 哦 所以呢 党部会在做一个对比式的民调 那再来这个地方 再看看我们这几个候选人 参选人有谁能够代表党部来参选 哦 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因为党龄的问题啦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登记 所以让大家受到很大的惊吓 那不过呢 秀金到现在为止啊 这种参选的意念是没有改变 还有服务相名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会一步一脚印的 去把自己本身该做的事情做好 了解哦 你看你看你这样子本尊 这样子亲自跟大家做说明多么的清楚 那这样子我们也放心了 真的哦 对啊 所以我们就大家可以全力赶快帮你做宣传 大家不要担心秀金一定会很努力 很努力的走下去 然后会继续为相名服务 就希望相亲大家都给我支持 给我鼓励 给我很肯定的支持 很实质的支持 就是接到电话民调 唯一支持黄秀金 好了解 嗯OK 那秀金其实哦 我也知道啊 你本身你之前都是担任老师嘛 然后呢 然后在两岸三地对于那个长道的这个部分哦 对也是很致力于这一块 就是小孩跟老人好像都是 都是你很关注的这个哦 是 可是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再自我介绍一下 你的背景 还有就是说 其实你也北漂了十几年 然后这次又一人居然回来 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吗 你的背景还有就是你这样子 让了一大圈 最后为什么会回来再跟大家讲 回到原来的我的原生家乡 原生的家乡 是是是是 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说 从小到大 父母家庭对我的教育 其实是很深的 对就是要我从善为善很多事情就是善的传递嘛 那父母亲尤其是我爷爷奶奶也是就是 爷爷就是以前大家都说是六贵的土地公 对有听说呢六贵土地公 六贵土地公原来就是你爷爷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当初 他是大圣人 对就是他在地方上的服务做得很很好 因为他是在相公所服务当了六届不同的派系的乡长的秘书就是主秘 所以在地方上的了解是非常深厚的哦 所以也因为爷爷的为人很善 所以他就忙住了很多乡民 甚至就是乡民他们需要做一些可能在善当费用没有办法的状态 那爷爷有想办法补助甚至听他们做一些买棺木啊做什么 帮他们处理后事 爷爷对爷爷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爷爷奶奶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 就是要懂得付出懂得去关怀别人 不要什么事情都先想到自己 所以从小到大就是家里面的观念就是要我们能够尽量做到小我的状态 对那爸爸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也是 那所以我爸爸就是在这边在地方上也做了两届的县议员嘛 哦 黄爸爸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六回土地公的大名是爷爷叫做 爷爷叫黄双生 哦 那爸爸 然后爸爸叫黄慧芳 哦就是也是都担在地方担在地方担 对那现在说这几年我爸已经卸任没有再当县议员了 认识是县议员 嗯 那还是一样都有在做地方的服务 哦 那这中间虽然说我北漂了到北部去了 可是这中间我每个月几乎都回来的状态 会陪着爸爸去做服务嘛 哦 所以做选民服务 那还有就是我在做一些 目前就是也在做农业 有机农业的部分 哦 还有就是康养的部分 那康养就是健康养生的一个生活村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这样俩开来拿或者是北南北中南这样子到处这样子然后有陪着爸爸去做服务之后我就发现咦我们家乡是还是这么美这么棒 那如果我把这个元素全部都注入进来带进来之后是不是会对我们地方上更好而且可以让我们大家更好因为从巴巴水灾之后其实我每一次回去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因为整个建设好像停滞了交通官方也都停滞了 你的感受很深刻哦 我非常的深刻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生长的地方它这么美然后这么好那为什么一个农宅下来之后嗯那我觉得很可惜很心痛道路有在修复可是那个速度上好像没有这么的如预期 然后所以观光的部分也没有办法振兴起来哦 然后呢老人家长辈在这个地方可能在医疗上的资源也不是这么充足嗯嗯 那在救护上教护上也不是这么OK嘛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怎么办呢哦那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我的团队 包括我的一些家乡的长辈啊我觉得如果我把我现在现有的能力跟资源注入到我的这个选区里面打造成一个很大的康阳生活圈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带动这在地的经济 因为大家都进来嘛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生活圈一个康阳生活圈的时候长辈在这里住得很开心很乐意就会促成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哎呦听起来蛮不错的嗯那这样促进了就业就业机会之后又可以带动出记嘛嗯那孩子小孩小朋友也不需要到外面去念书也可以到我们呃就在地学习嗯对这就是一直我们在做的事情一直想要把它促成的事情哦原来 对修琴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第一选区哦我知道是有14个区域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哇14个选区好大好大哦呃14个选区其实目前啊就是有桃园桃园不是那个北部的桃园哦 好桃园就南河的那个桃园啊桃园那马夏那马下哦选甲仙选六龟六龟山林山林五个内门骑山 美濃、茂林、阿蓮、田寮、燕巢、大社、大樹 總共14個 14個選區 而且這14個區應該是佔我們整個高雄市的面積 三分之二的面積 而且應該算是保留就是那種原香也好 就是原始的風貌比較完整的區域 有三個原名香嘛 所以原住民的文化 還有我們這邊有很多 還有像客家人嘛 做很多的文化、建築啊 還有一些整個蘊涵的還有農產品也很棒 剛才妳有提到妳對於農產品這一塊 我在從事的就是有機農業 怎麼樣種植還有怎麼樣的行銷包裝 甚至把它從一產做到六產的部分 這個都是我們目前一直在進行的 所以這些元素如果把它入住到 入住到我們自己的這個14個選區 將來其實是非常棒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可是如果靠秀進一個人的力量其實是沒有辦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結合大家的能力跟優勢跟專業 一起來把這個14個選區打造成全台的亮點 所以我們呢 目前也是就是我14個選區把它 就是有一個其實我們的 我今天沒有準備啦 就是我們14個選區呢 其實它像一個小貴賓狗的樣子 小貴賓狗啊 很可愛很可愛的樣子 那這14個選區呢 我分別就是要把它做成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區塊 還有不同的特色 就是說它有它的特色 像說內門的宋江鎮 那像美濃它有紫傘啊 有板標啊 很多的文化跟建築 這底蘊也很深 或者是像說彥巢的芭蠟 大社還有大樹像什麼藝大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 還有溫泉 寶來的溫泉 還有就田寮的 田寮的溫泉 所以其實其實還有越世界 對不對 其實很多的元素 如果把它注入進去 然後把它 我們的計劃啦 就是一年有一個特色 一箱一特色 一箱一年喔 那這個部分我們把它包裝 做形象 要票選出來之後 就整個區的香檸 在地的居民票選之後 覺得用一些設計展啊 發明展的方式來比賽 比賽完之後 提出了這個東西的主題 這一年就是主要來主推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銷售 我們只限弱勢團體 新住民它有能力 有權力可以來做銷售 是不是我們可以照顧到在地的居民 那這些認定 我們可能就要拜託辛苦一點 是我們的里長 里長菲菲他們 里長小姐 里長阿姨 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幫我們評比這些人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條件 喔 那這樣子 它就可以帶動整個經濟嘛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做的 喔 好 對那因為這14個選區 剛才也都幫我們做介紹 一箱正一特色 但是呢 秀卿你看喔 你這次特別參選這個第一選區 我相信你一定有很滿懷的報復跟理想 因為這是你的家鄉欸 你就是出生在這邊 那坦白講齁 你有沒有發現應該是說 北北東高雄市 我也是高雄市人 你也是高雄市人 可是因為我們是 我是三明區啦 三明區感覺比較工業區 對比較工業區 就是我們這個區域 大部分都是工業類的那個基層 基層的勞力比較多 那您的第一選區呢 就是比較是算是農 農業類的 然後好像獎輩比較多 對那可不可以講一下就是 城鄉 你對城鄉差距 因為其實我的感受也很深 然後對因為我們三明區也是 對好 然後呢就城鄉差距越來越重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有預計啊 你想要怎麼做 還有針對您第一選區的部分 雍典你剛剛有提到 但是你既然想要這樣子投身下來 就是為地方上做一些服務的話 你一定是有看到 它到底是有哪一些還不夠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做扭轉它 這個問題其實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可是沒有辦法 無力感很強烈的地方吧 超無力感 所以其實整個大環境 其實也不能說只有我們這裡 其實整個全球都面臨到很多高齡化的問題 那還有經濟的部分 也是大家都在探討要怎麼樣正希化 那像我這個偏鄉可能14個選區 對大家來說可能 它是因為一個好山好雪的地方 沒有什麼工業污染的地方 所以它的民族文化比喻很強 所以我們如何把這些優勢把它提振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亮點 所以目前其實我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這個選區裡面可能就是交通的問題 交通的問題其實是比較嚴重 當務之急要做的 因為如果我交通沒有把它做好 當務沒有做好 其實我再多的想法 再多的理念 是沒有辦法注入 因為交通不好 你就說觀光就沒辦法走進來 人就沒辦法走進來 你要怎麼賺錢 人進不來 對 人沒辦法走進來 要怎麼做 貨就出不去 對就是這樣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先把路做好 把我們的交通做好 現在交通有的時候才做好 對 做好不然又沒有完結 要怎麼做 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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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幫我改管 對 所以說現在我很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問題我不是核心人物 所以我看不到家人要怎麼做 路要怎麼開 人要怎麼佈局 我也沒辦法 所以說是不是鄉親 你如果讓我有這個機會 我有參選可以當中選 我做好處 我做理會的時候 我就有辦法進入核心 我就有辦法去參與計畫 甚至可以去主導很多事情 建議很多事情 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就是我起心動念 有想要參選的原因之一 了解 所以說如果我現在 能夠把交通弄好 把這些事情通通規劃好 甚至就是我們現在 在施工的這些員工 這些人工人工程人員 其實他們很辛苦 我也發現他們沒有被關心 沒有被照顧到 所以說在就地 所以在地的這些施工工程人員 其實我們也要去注意到 他們的身心靈的部分 其實我很在意的是這個部分 所以道路的規劃跟道路的進行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還有就是我們年輕人的外流問題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載體 就是一個經濟主體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年輕人 他就回不來就業了 就像秀經理北漂十幾年 對 結果是被爺爺被拔發趕快 對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做了很多事情之後 發現卡住了 因為就是進不來 因為我們沒有給他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就業環境 可以發揮的空間 對其實我的14個選項 應該是我們其實台灣有能力 有優勢有財力 有什麼各方面的人都有 可是沒有辦法放對位子 對那如果說我們這個14個選項 如果每一個特色都把它提振出來 計畫說出來 然後有很多的中小企業 甚至大財團都願意注入進來 做結合的話 其實我們像是我剛剛說的 跟大家分享的養生村 這個其實我們裡面 是六星級打造的話 我們各行各業的人 都可以願意注進來有就業的機會 真的喔 對 聽起來好像還蠻不錯 而且其實像我們的第一選區算是 雖然都是高雄市 可是又有點市郊 就有點好像應該是怎麼講 好像有點市外桃園的感覺 對就是市外桃園 離市區也不遠 對那其實交通如果做得好 我們大概不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高雄市就可以到達我們這幾個選區 然後就感覺很像在度假的感覺 然後農 然後又提振我們的農業 對 然後還有我們的觀光 然後把長輩照顧好 然後小朋友的那個教育 你又是小學老師出身的 對啊 所以其實這方面 我們只要願意有心去做很多事情 它都是可達成的 所以說只要大家願意發心 就是大家願意更好 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主要的事情的話 很多事情它就很容易促成 就是像說當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是很好很正確的事 其實全宇宙的人都會來幫忙 吸引立法則 是 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就是給大家一個機會 不管是給秀金還是給團隊 還是給我相親一個機會 大家支持我 讓我能夠順利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做 可以一起共好 尤其是長輩 我希望長輩能夠在這個環境樂靈生活之外 他能夠有事可以做 我們不是只要讓他能夠在這裡好好的活著 而是讓他健康 身心靈都健康 所以其實我們的計劃裡面 在我們的養生村裡面呢 就是長輩他必須要有功能性的 哎呦 你怎麼做你的採訪 怎麼做記者 你的經驗談可以到我的班上去 跟每一個小學的老師或學生做一些分享 那孩子就會從這裡得到很多的訊息和知識 跟什麼都 他就會選擇說 資訊來了 以後我長大我要當記者 哦 是不是 那如果他是個艦長 他可以把他過去的封封尾業 來跟大家分享 哎真的耶 他是個飛行官 他也可以告訴大家 我那時候開飛機的時候怎麼樣 嗯 然後當飛行員的話 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是 不能近視 所以小朋友想要開飛機的話 他就自己知道不能近視 對 就是很多很多的元素注入進來 那我們的長輩如果這樣 每天他都有覺得他有事可以做 他每天都想 我們要去哪一個小學分享 我今天要去哪 我們都可以安排好 哦 那去的這孩子 長輩是不是很有活力 那小孩也會很有期待 然後今天今天是誰要來啊 聽什麼故事 聽什麼故事 舒華老師 直排輪老師 或什麼老師來分享 或是導遊 或是領隊 他有去過哪些國家 這些都可以做分享做交流 哦 原來如此 然後呢我們的村子很棒的是 就是我們福氣已經是只限老年了65歲以上的健康老人居住之外 我們也有另外的配套 就是如果說我們年輕人想要住我們的村子 可以 你要升起 你必須幫我們做付出 所以說修金你本身你的那個你的願景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打造新山城的意思就是這個嗎 是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新思維 我把它注入這個元素進來之後 我們整個設 應該是整個山城 這14個選區 應該會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山城 而且會成為 真的哦 我們的願景 我都好想移居到第一選區了 太難發了 我等你 好好哦 加油 你來酸屌 其實真的就希望大家給修金機會啦 因為這個願景真的很大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 真的需要大家的力量來支持修金 然後給修金機會把這件事情做好 大家一起奉好 但是你這個藍圖其實是很明確的 其實在七八年前啊 我已經在開始說這件事做這件事 在宣傳這件事情把我的想法 跟我身邊的親同好友說 其實沒有人能夠接受耶 他們跟我的快點一笑耶 真的好可憐啦 這這種事是不可憐 我們多少錢 多少多少什麼什麼都不可憐這樣 所以如果能夠結合 這麼好的一個願景跟規劃跟藍圖 如果能夠注入就是我們公布門一個這個 政府的每個力量 就是我希望能夠有中央的能力 還有中央的支持跟經費跟地方上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結合把這件事情做好 因為這件事情我已經在做了 也已經在執行是可達成的 那只是我希望把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全部把它複製到我們這個信三層裡面 就是這樣子 不是它做不到 是它可達成 只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能力跟力量 來把這件事情趕快完成在我這個選區 哇太好了 對所以才希望也是起心動念說 我如果多了這一份能力 多了這一份身分 是不是我們更多的事情能夠更順利更好的推進 欸真的耶我覺得這是正向的循環齁 大家不要老是政治口水 我們大家不想要聽那些了 我們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欸到底能夠哪一位候選人 是能夠為我們這個地方 能夠真正做事的人 我相信就盡可能這段時間 你也聽到了很多 哇正面的啦負面的啦 然後誤會的啦或等等之類的 對所以人生一輩子啊有很多貴人 那貴人有分善貴人跟賀貴人 那善貴人就是讓你更有勇氣更勇敢的走下去 那二貴人就是激勵你絕對不能放棄 所以呢我在這一段路上 其實我很感恩我身邊所有的人 一路走來對我真的很相信 非常的相信鼓勵我 讓我一直堅持堅持走到現在 所以我還是要跟鄉親大家說 我會堅持我會持續的努力為大家服務 這天這個決心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好這個時候大家有沒有聯想到那個 翁立友的堅持 對啊這一期方面我們就很堅持 很堅持啊 那就是採訪的翁立友啊 那個手他沒有唱堅持 他唱欸這一次是什麼堅持啊 他這一次是新歌叫做 什麼五個字 拼命的堅持 拼命的堅持 我也是拼命的堅持啊 這件事你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因為這是很好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說好的事情 所以不做是很可惜的 好可惜喔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低選區 這14個區域可以發 因為新天條件就這麼好 可以發揮的地方真的很多 老師好學而且他很棒的 那你奇怪啊 之前是要做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想過討論 我們現在只要看到 我們要放 我們要放你的眼前未來 我們要向前看 不要往回頭看 我們就是現在看 我們未來要做什麼 讓我們更好 那過去也許有很多的 主觀的條件 讓他們沒有辦法去順利 完成很多事情 那沒關係 現在讓秀金來 這件事情讓秀金來做 喔有啦有啊 你有說讓我來嗎 讓我來 秀金來做這件事情 結合大家的力量 因為真的我自己的人沒辦法 要客人的 要客人的 真的要客人的 有錢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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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法 有什麼做好的人 大家人家共同來 把這件事情完成 讓大家人家越來越好 這是很重要的 真的 然後十多人 可以在這裡好好好 過身我 快快都都健健康的過身我 然後我們的年輕人 有工夫可以讓他做 嗯 就輸到糖 打拼 我們孩子在這裡 可以很高興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啊好棒喔 現在這樣是不是 可以三代紅糖 都沒有壓力 真的呢 然後又打造這個 康氧春對不對 又是健康齁 對因為我們的先天條件 這麼好 又沒有幾乎 沒有什麼污染 應該是這麼說齁 而且真的沒有什麼污染 尤其是去山點山區 水也好 空氣也好 日頭照料又健康又漂亮 又有美食 對 又有美食 你在那裡去想 不用什麼美食啦 都沒辦法 你在那邊拍照很漂亮 因為燈光都很充足 因為陽光很充足 哎呦 上次不是秀金帶路啊 你不是帶著我們去到處去探訪美食 我跟著你 照片拍出來每一張 都不用美食超美的 對而且綠色很綠 藍色藍 藍圈很藍 白雲很白 水很清淨 這就是我的選區 很棒的一個地方 難怪你要回來 北漂十幾年 還是覺得就是故鄉最美 真的 而且也覺得自己真的 歷練了這麼多事了 但要回來為鄉親做點事情 好早就該回來了啦 吼 要拖得緊 對啦 時間到了 就是要回來拍拼 回來替大家的服務 真的咧 而且人家有粉絲還想說 我們十四個選區的面積加起來 比台北比台北市還大 對 對啊 所以大家 一直辛苦了 是的啦 這是不辛苦啊 免失三層新履歷 因為我全台灣這樣走一走一走 所以說只有這四個選區 對我來說還好 欸對咧 我覺得妳也很厲害咧 看起來這樣溫溫柔柔的 小女子弱女子 我告訴妳 那個體力比愛莎還好 愛莎好看頭耶 就那個秀金 聽說妳之前還曾經那個北高來回兩趟 哇 真的太佩服了 已經習慣了啦 因為我本身我的家庭就是 我爸爸他們都很有戰鬥力 喔 對 快很準服務選民快很準就對了 那就是可以這樣 一天就是跑了很多個地方 對啊 可以這樣 其實對我們家來說都很稀鬆平常的 喔 對就是家常便飯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發現 欸我們在做服務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阻礙的 因為我們的體力很好 哈囉秀金 秀金還在艾莎也還在 會一直都在 會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對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剛才那個線路有點怪怪 看到我們兩個講的太熱情了啦 太嗨了 啊剛才聊到哪邊 剛才聊到那個 14個選區 14個選區 對 再跟我們再確認一下 有親朋好友住這14個選區 要跟他們提醒 那個喔 要支持黃秀金喔 嗯 好 有14個第一個就是 桃園 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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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真的很大咧 你辛苦了 其實也真的不會啦 不辛苦 因為這14個選區你每到一個區啊 你都會有很多新的發現 其實我每一次去 我都會發現怎麼會 以前沒有發現這個東西 以前怎麼沒有看到這個東西呢 所以我每一次的拜訪都充滿了驚奇 其實以後啊 我也打算 把我這幾個月來的拜訪 寫成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跟大家分享 我最喜歡聽故事了 因為裡面我遇到了好多很特別的事情 或看到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也吃到了很特別的食物啊 然後上次你就秀金帶路還帶我去 好多好吃的 對 所以其實我的選區真的很美又很棒 然後很值得您來探索 所以請大家呢 告訴大家 不要忘記有時間到我的家鄉來走走 就是這樣 我是新銘利 新山城新銘利 黃秀金 讓我來 讓我來 對 讓我來 就是讓我來 所以呢 請大家給秀金一個機會 秀金一定會很努力很認真的參選 也服務相名 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會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 請大家給秀金一個機會 好 堅持就對了啦 堅持 堅持到底的 因為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 不是秀金一個人的事情 是大家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共好 一起努力來把這件事情完成 讚 好 那這樣子最後啊 我想說就是秀金這邊還有沒有什麼話啊 想要跟我們的那個相親啊 嗯 跟我們的親朋好友想要說的話 嗯 嗯 對 嗯 其實秀金也沒有特別要說什麼 我只知道說我的家人 我的父親告訴我 做任何事情要真誠 就這樣 然後呢 就是把事做對跟做好 嗯 這個是我家裡面一直告訴我的 要做的事 對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請大家也給我機會能夠服務之外 嗯 我要告訴大家 我在做這個部分就是 重視環境很重要 重視富幼 還有就是我們新住民 現在在我的選區其實越來越多了 哦 所以這個部分的照顧 也是我們當務之急 怎麼去讓他們融入我們的文化 我們也要去融入他的文化 做一些交流 讓大家的生活能夠更美滿 更幸福 也要就是還有他們的就業機會 嗯 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 其實14個選區啊 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多 真的好多 所以唯有這一次 秀金如果順利當選 能夠為大家服務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 來把我們這個環境打造的 越來越好越來越棒 大家一起共好 所以還是一句話 我很真誠的心 來把這件事情做好做對 大家一起共好 共好 對一起共好 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高雄的第一選區 嗯 然後呢 黃秀金 他是確定有出來要參選 參選 然後代表 對就是要參選 立法委員 這件事情是絕對會做到底的 哦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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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大家還是要給我機會 怎麼支持我呢 就是 接到電話名調的時候 唯一支持 黃秀金 高雄市第一選區 黃秀金 參選人 請大家給我機會 接到電話 一定要回答就是 黃秀金 對 對 黃秀金 亮晶晶 對 真的亮晶晶 對 亮晶晶喔 金耀山城 哇 對 山城新女力打造新山城 對 OK 希望大家給我機會 好 加油 好 我會很努力很努力的 大家 今天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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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齁 愛你 愛你 愛大家 愛相信 祝你 真的 今天是很特別的日子耶 OK 也祝福大家 也祝福艾莎 祝福社長 祝福大家 所有先週報的人 幸福美滿 耶 讚 好 拜拜 拜拜